南部雨量创30年新低 连带影响水情严峻 高雄台南共用的南化水库 蓄水率剩下6成多 高坪溪南河沿流量持续下探 台南有水库淡美水源 高雄有水源淡美水库 加上屏東东港溪水源充沛 台南市长黄伟哲就表示 南高坪必须三方合作 共同度过缺水危机 但也来听黄伟哲最新说明 其实屏東的水源更多 所以南高坪合作联合治理 包括屏東的这个东港溪 它的水源很充沛 只不过因为它上下游 有一些养猪业者 所以如果把那个地方做好的话 这个屏東的水源是丰沛 而且又有浮流水 所以屏東可以跟高雄 跟台南做一个合作 我可以看到我车子 现在已经布满了灰尘 但是因为台南现在缺水 真的舍不得去洗车 拜托大家一起用各种方法 节约用水 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朱正轩 身体力行用行动节约用水 以身作则 事实上市长黄伟哲也提到 嘉义和台南有2万公顷水稻田修根 这样的修根可以节省大约 1亿5000万吨到1亿8000万吨水源 至少撑到6月不成问题 虽然目前用水无余 但还是提醒民众 节约用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旦用水减少不完蛋池 未经许 FIN